中国知名投资人 深圳之本投资集团董事长吴宇的新书投资的战略和战术发布会 7月14日在洛杉矶圣盖薄西尔顿酒店举行 中美企业峰会创办人沈群 知名主持人 时尚传媒总经理顾文斌等嘉宾出席 这也是吴宇作为中美企业峰会首席投资顾问 首次与洛杉矶的华文媒体见面 吴宇吴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 他有别于其他的投资人的最关键的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不仅仅是说有实操的投资 而且有很多理念 这些理念对于尤其是初期投资人来讲 是有特别特殊的价值 第二点也就是说他的书呢 可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跨理论和实践 两边都有 第二点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本土成长的企业家 他永远有国际事业 你跟他谈金融 他给你解读巴菲特 给你解读索罗斯 很多人做金融的 股票投资的都希望自己能够追随巴菲特的脚步 但是你读了这本书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无法追随 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吴总都有解读 所以有兴趣的人呢可以读一读这一部分的书 在中国的投资界吴宇是一个传奇人物 1987年吴宇从武汉大学毕业后 被分配到宁夏科委的技术研究所工作 但一年后他奔赴深圳 开始了打工仔的生活 也开启了他从打工仔到投资人传奇人生的旅程 他到深圳不到十年的时间 已经成为证券投资圈的大牛 那年他才32岁 刚过儿立之年 经过这15年 我们美国出版界认为呢 我那本书有很多东西还是 还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至少有大部分内容 那个时候谈的东西 到现在看都还很有价值 所以就准备把这本书再版 在再版的过程中呢 我又补充了这15年来 我认为那本书上 我考虑的不全面的 或者是有缺陷的 或者已经过时的 或者我想纠错的 那么呢 就增加了我这15年的新的一些思考 认知和这个东西 所以这本 美国出的这本书 是有两个部分构成的 有三分之一的内容 来自于我那本旧书中 我们认为能够 能够 久放的时间长了 还有点相见的 还有另外一部分呢 是这次的 最近这一两年 疫情以来 我转向美国 想在美国做投资 那我那么 一些思考 而这些思考 都基于这15年的 特别是失败 而不是成功 从证券投资圈的大牛 再到完全属于 他的深圳福田 资本大厦的竣工建成 他实现了 从金融投资 转战房地产投资的 华丽转身 而后来的影视文化产业 也都是房地产投资的颜色 他十分形象地 给投资下了一个定义 投资就是一场赌博 赢了赚得盆满不满 输了便是倾家荡产 而这本他的新作 《投资的战略和战术》 并不仅仅是理论空谈 而是几十年来 他的投资谋略 和实战经验的总结 特别是房地产方面 我想强调一下 这本书里讲了 中国房地产投资 为什么中国100个富豪里 98个都是 房地产行业的人 怎么房地产那么容易发财 当然中国在城镇化 从一个乡村 变成一个城市 需要房子 这是肯定 这是应需 但是也不至于利润那么高 100个富豪里面 98个都是房地产 早就出来了 在中国如何利用 房地产的三个杠杆 第一个就是 这个蒙总意义上 叫政策杠杆 我只能这么说 第二个我们蒙总意义上 是施工杠杆 第三个是金融杆 这三大杠杆 如何完成房地产 可以变成几十倍的利润 这在美国 是根本不可想象 也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 这是差异中最大的 我希望读者通过 这本书呢 对房地产 中美之间的差异 特别是从投资角度 我讲的不是买房 我讲的是投资 就是说 作为一个发展商 你在美国盖房子买 和在中国盖房子买 差异在哪里 作为一个投资界的 实战家和战略家 从2020年起 他把战场转移到了美国 在加州成立了 奥古斯塔斯 咨询有限公司 他的目光聚焦在 巴菲特和马斯克 这些华尔街的大鳄 人们期待着 他在美国 续写自己新的人生传奇 全美电视台记者 洛杉矶圣代博士采访报道 他在美国盖房子买